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今天这是我们性别评论交易 我们所谓的教学参考资料 有三本 这三本的教学参考资料的一个空听会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性别评论交易 在93年公布性别评论交易法之后 我们就积极的推动性别评论交易的工作 在校园里头来落实 因为性别评论交易的范畴 真的是不是只有单纯的人我关系 环境课程这些都是怎样 在我们的性别评论交易的范畴里面 一些的团体或者一些的家长 或者一些的老师民众 对于我们性别评论交易 这三本的教学参考资料 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跟不一样的意见 因为立法院也决议 是说看看这三本当中 一定要把它妥善地加以调整 让民众 让家长 让老师在教学的 在老师的教学的过程当中 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困扰 我自己一直觉得 性别平等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对我而言 我觉得它是一项人权议题 而且它是使得我们台湾社会 更能够迈向公益 迈向关怀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十多年来 政府事实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如果我们来看从组织面的部分 从组织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86年我们就成立了 在教育部的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 随着93年性平华的公布 我们把名称做了一个改变 叫做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 从这里头大概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我们已经从传统比较着重在 男女两性的概念上面 转变为一个多元性平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而在法令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性平法就是三年公布 整个的面向包括了 组织学习环境与资源 课程教材跟教学 校园性侵害性造性 霸凌的防治等等 如果我们从这些篇章来看 你可以看到我mark起来的两大部分 学习环境跟资源课程教材与教学 事实上就规范了目前 我们整个中小学大家所关心的 性别平等教育的一个推动 如果我们来看这样子一个法令 在第十七条第二项里头规定 在国民中小学里头 跟高级中学五端前三年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做性别议题的融入 可是在国民中小学里头 我们还要另外的相关课程跟活动 至少四个小时 或者进一步规范 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到底要上些什么 所以在诗行细则里头 你可以看到特别提到要涵盖 不是说限于这三个 是说要涵盖情感教育 性教育同志教育 换言之除了我们本来就已经进行 很多的性别平等的课程之外 我们希望多年来比较忽略了几个面向 也把它放到这里头 着重在这个中小学 让我们的师生也能够共同来做了解的 整个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的实施 大家了解 就我们一贯的部分 有非常清楚的课纲 所以今天我们的公听会 当然是针对参考教学资料的部分 另外课纲事实上已经结束了 几场的公听会 我想在座的可能 有些余会者也都去了公听会 所以我们今天事实上 不是把我们的焦点摆在课纲 可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 可以看到90年 我们看到九云贯的课纲 就已经放入两性教育的议题 而随着性评法的公布 两性教育也改为性别平等 所以97年呢 整个的课纲做了一个修正 预计在100学年度来实施 那这就是今天大家所关怀的 我们所公布的这些性别平等 教育的性别能力的指标 事实上是以融入的方式来做教学 并没有所谓单独设科 那既然没有单独设科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教科书 学生去研读的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呢教育部呢 就希望说在目前老师们 并没有既定的教材底下 怎么去进行性平的教学 于是就委托了相关的专家学者 来研定了很多可以参考的教学事例 或者是我们这里提到的资源手册 可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 更有能力来升任教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也办理了非常多的研习进修 另外一个部分 教育部从97年度 就已经开始成立了 在中央教育部的部分 有性别平等教育重大议题辅导群 那在辅导地方成立我们说的性平辅导团 这整个的作为 世上都预备着老师 当你要做性别平等教育的时候 你也有能够真能的机会 你能够面对说 我性别议题要融入课程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做 所以这是多年来的 不理了一直朝向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协助整个中小学 这个性平教育的推展的部分 今天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我们不是去谈课纲的部分 而是谈三个不同的参考的教学资料 刚刚的常委已经介绍 有这三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本认识同志这一本手册 它并不是说是国小版 请各位与会者能够留意 所以它是一个不同学校层级 大专层级 也都可以去参考应用 可是性别好好教是针对国中 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 是针对国小 所以有三个不同的参考的资料 这三个参考的资料 很重要的不是学生的教科书 不是学生的读本 它宿主的对象 是给老师用的 所以给老师用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因为教材本身 并没有那么样的充足 所以这一些参考的资料 是提供老师做教学用的 如果大家去翻阅 这整个三份的教学参考资料 也可以看到 它也帮助老师更认识 性别平等是什么 性别是什么概念 性别平等教要怎么去做实施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标示 除了是帮助老师来做性别的教学 事实上另外一个部分 也在扩着老师的性贫素养 所以这是我们要谈的 今天要麻烦各位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锁定 这三个不同的教学参考资料 如果各位觉得里头有些部分 可能需要再去斟酌调整的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公听会的用意 所以是不是我们等一下的 这个与会的发言 我们就锁定在这三个资料 大家一起来探讨 那我想各位大概也都可以 跟我一样的感受 台湾的社会越来越多元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一直化越来越强 所以性别平等 成我刚刚所说的 我认为这是我们关心 我们台湾社会 更迈向公民关怀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需要你我 需要各界 不只是我们学校教育 各界大家一起来关心 我想我先做这样 开头的背景说明 然后我们紧接着 就麻烦三位作者来说明 他们三份资料的一个编辑的情形